很容易粘锅 好多人都在问婆婆卤猪蟹是怎么卤的 看一下啥都没有就是生抽还有上头 真的很好吃的 它这个猪蹄的皮是很厚很多胶质 所以你们在卤的过程一定要不停的用筷子搅拌 把这个底部要动一动 如果没有人的话看一下婆婆是刚拌过的 然后下面又有一点点粘锅了 不行啦 有卡啦 有卡啦 还可以加一点点水 现在还没有滷好了 又还有点硬 现在叫你开水进来 婆婆是一边卤一边加一点水进来 不然加太满了它会流出来溢出来 老是跟在婆婆的后面 慢慢已经上色了 这个猪蹄是不管你加水多还是少 它都会粘锅的 因为它这个皮的胶质很多 我们这边卤猪蹄都喜欢放点鸡蛋 这个鸡蛋就非常新鲜的 所以它剥完以后老是要粘这个肉出来 剥的破了 先要煮好然后腌制一点盐 然后等这个猪蹄吃到第二层再加入鸡蛋 这个汤好浓 这个汤好浓 如果一放凉这个锅边就是硬硬的 很难吸的这个锅 几个月没包湯了天气太热 今天包的是淮商汤 这个汤都是浓白的 不知道是淮商 莲子 芡丝 全都是热 这个汤想要包的这么浓白 就是加这三种材料 如果加了榜栗它就会变颜色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可以试一下 而且这个汤小朋友喝最好的 煎皮养肉 盖回去再让它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卤这个猪蹄还真麻烦 哈喽大家好 是阿明 今天婆婆卤猪蹄 看一下从开始卤 就是它一滚开然后一直放在这里 如果是走出去外面 等一下进来它又粘锅了 然后就是怕它烧焦了 等一下一锅都那个味道都不好了 它这个猪蹄呢 其实可能你们会说这个水加少了 水加多它也一样会粘锅 它这个皮太多焦了 真的像鱼胶一样的我发现 你看一下它这个锅边全都是一层那个鱼胶 如果一放凉的话都是硬的 所以婆婆它一个上午都是脏在这里 搅拌这个猪蹄 太麻烦了真的 有时候说这一锅卤出来吃的 坐下去就直接可以吃很方便的 一下子一锅就没了 卤这个东西真的是背心 一直要站在这里 太热了 高压锅也可以煮 但是我觉得没有像砂锅这么好吃 压出来都是软软烂烂了 很多朋友用高压锅 但是我觉得不好吃 砂锅的话这样煮会更好吃 只这样炖就是会麻烦一点吧 你们看一下这个皮多 这个猪皮 这个皮很厚的很多焦的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卤的太软 因为这个一锅一肠肯定吃不完 下肠再加热一下它又软了 所以不能太软 所以已经关火了 哇 让它流口水 你们如果喜欢花菇的 还可以加花菇乳也很香的 可以了 现在让它在这个砂锅里面 还会滚的 直接盖回去 闷到等一下来吃就刚刚好 加一点香菜 盖回去 这个是养植的虾 我们这边也有自己养的 小条 撈出来 这个小小条 但是味道很鲜甜 太多了 这个桃子不够糟糕 这个是鲜的活活的 直接下锅就煮 小条 但是肉很很紧实的 它这个肉 很甜 这个虾肉很紧实的 小条是小的但是很鲜甜 有一些人他就不喜欢吃小条的虾 喜欢吃大条的哈 我们这边这种养植的虾 就是直接这样吃的 虾肠也不用去掉的 有很多人都说你们吃虾 为什么不去虾肠 没有去虾肠的 像如果这么小的那么多虾 要怎么去很难去的 我们都是这样直接吃 中午的菜 看一下我们家今天煲汤了 这个汤很不错的 我一直是有煲的话 我都很喜欢推荐给大家 这个嵌石槐山莲子 然后骨头 煲完以后这个汤 小孩子要吃这个渣就吃 不吃喝汤也非常好的 这个汤真的可以试一下 这一锅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哇这个猪蹄是不是很有食欲 像大厨的手艺一样 不是自夸真的是好吃 主要是这种农家 自己养的猪比较好吃 不需要任何大料的 只要花生 生抽还有蒜头就可以了 中午一桌菜 吃菜一汤 弟弟吃一块猪脚 拿一点汤 先喝口汤 拿个西网给他 嗯 奶奶 放在地下 放在地下 等下给他弄倒了 弟弟喜欢吃这个猪皮 这个猪脚 这个猪脚 这个猪脚包出来的 这种瘦肉 跟其他那种瘦肉不一样的 我觉得很香 这个皮好吃 你让它吃不饭 然后你让它吃不饭 你让它吃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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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 阿妈妈 要取掉吧 再叫 撒开 吃了 不客 想要上来拿我的手机 想要把上来了 给我做好 这开饭了 这里才可以 拿面糯腾了 拿面糯腾了 让我吃 拿面糯腾了 你再也拿我一碗湯 我用一碗湯 我把湯倒油 放一下湯 我用 放下湯 喝